我想今天機會真的很難得 大家都知道聖賢爸爸這個到處全球到處跑 以天下為期在哪 前幾天收到聖賢爸爸一個email 4月8號 大家知道7月8號什麼日子嗎 活蛋 活蛋 那一天也是我們思賢爸爸會贏的生日 什麼意思呢 這個等一下出去看聖賢爸爸這個日子 歸一啦 歸一上來 那一天聖賢爸爸會影響 所以從此之後展開了聖賢爸爸 另外這個階段的開始是不一樣的 二十四年 徒一日 真的天假為己任 不管再怎麼樣的艱辛 再怎麼樣的辛苦 聖賢爸爸是使命必達 這個精神就是最值得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 所以今天一開始特別先請我們最近的聖賢爸爸 來興奮給大家做一個精神上的努力方向 最近尚人掌握一些重點來給我們提供冠母 我們請先給大家感恩 好 感恩 好 敬愛的上人 金色師父 各位菩薩 大家晚安 那聲音是不是好像比較好 好 重新再倒帶 敬愛的上人 金色師父 各位全美的菩薩 大家晚安 對 我想感恩總會的安排 那正好我也是 其實不能講正好 是刻意安排在這邊等你們 那當然老人家的上人也知道 我們今天開始 全美執行長的共識會議 就要在總會舉行 我們也都知道 上人其實對於美國總會 整個全美地區最近有一句非常 大家應該印象非常深刻的話呢 也就是美國不覺醒 世界就不可能平安 當然對於中國大陸呢 上人也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中國大陸假如平安 世界就平安了 所以意思是美國跟中國 假如我們慈濟的師兄師姐 中國的慈濟菩薩跟美國的慈濟菩薩 假如大家閒著上人的使命 我們用一種全力以赴的精神 不是只有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跟全力以赴是不一樣 這個已經講了幾年了 假如大家都能夠以全力以赴的精神 我們來影響美國 我們來影響中國 用慈濟的精神 用上人的妙法 當然你也可以說用佛法 在我們佛教徒來講呢 其實救世啊 救這個世間呢 唯有一種方法 那就是佛法 當然今天假如說 有信仰不同宗教的 那其實宗教呢 你說它固定是在哪一種形式 也絕對沒有 就像大家都了解 其實不管是基督 天主 伊斯蘭 甚至東正 都是源自於當年的兩河流域的文化 慢慢慢慢地分支出去 就算是今天印度的佛教 北傳也好 南傳也罷 其實源頭還是從2500多年前的 釋迦牟尼佛開始 所以其實救世啊 為什麼說唯有用佛法呢 因為以我們三寶弟子來講 佛陀是宇宙大抉擇 既然宇宙大抉擇 就表示過去 現在以及未來 時間上面三寺 空間上面十方 就是東西南北 東南西北 八個方向再加上下 所有在這個時間空間裡面的 一切事理佛陀 無所不知 無事不曉 所以上人才稱我們世尊為宇宙大抉擇 那就表示這個宇宙當初如何形成 以至於將來這個宇宙要走向 什麼樣的方向 或者會發生什麼樣的現象 其實佛經早就都告訴我們 當然你說別的宗教也有講 很多的開始或者是末日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就存以法 我們來論 就是以我們上人所教的法來論 論述這個世間 還有論述實際世界 所以今天晚上其實我的主題很簡單 既然大家都是來自全美核心區 而且全美的執行長都在這個地方 而且製業體的執行長 負責人也都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禮當 在法中畫家常 在上人的廟法當中 我們大家來講我們的家務事 也就是說美國總會 我們這個大家 不管你在東西南北 甚至在夏威夷的島 將來到底我們美國知識 要走到哪個方向 所以法中畫家常 是我今天晚上的主題 先從最後這個字 家常的這個常字 其實我們以前假如沒有學佛的話 很多人誤以為世間都是永恆的 但是世尊開悟以後 那麼告訴大地一切眾生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觀念 除了當然說 新佛眾生尚無差別 第一堂課的苦疾滅道 開悟的第一句話 就是大地眾生 皆有佛性 新佛眾生尚無差別 到吳比丘上課 到了鹿野院第一堂課 就是講世聖地苦疾滅道 那苦疾滅道最基本的 它的一個最基本的 也就在三七柱道品裡面的 柱念處裡面的這兩個字 就是無常 世間一切無常 心無常 事無常 物無常 所以就是這世間沒有一樣的 是永遠不變 所以叫無常 所以為什麼我們 無常無常 我們就有因緣觀 這個就今天跟大家 複習功課 這佛法的最基本 就是因緣觀跟因果論 就是 就像今天晚上大家為什麼會在這裡相聚啊 大家也知道緣有四種 這四種緣劇組呢 我們才有果報出現 第一個當然就是因 譬如說我們今天晚上的因 你要講四十七年前就是上人 創造柯南功德會 之後創造慈濟基金會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美國總會 所以才有紐約紐澤西 華府 西加古 Houston 大拉斯 北加南加 Hawaii等等 九大核心群 但是只有因的緣不夠 第二個叫所緣緣 第一個是因緣 第二個叫所緣緣 所就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 會有這個緣 所緣緣 那當然就是 第一因是上人 那所緣緣就是我們 因為有你有我 當年跟上人的一段司徒緣 你願意接受上人的調教 願意接受慈濟這一個團體 甚至進來以後 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生命的一個方向跟轉利點 所以第三個緣就出現了 叫增上緣 增上緣就是我進來以後 我太開心了 我們遇懂名思 我們不只得人生 聞到這麼好的正道教 聞佛法 在這麼好的名思 不只是講經說法 他還要親身立教 用身教 在前面做一個典範 讓我們能夠有所依循 而不是老是在想2500多年前 在印度怎麼樣怎麼樣 哇 得大禮 這叫增上緣 第三個緣 那第四個緣呢 那就是像今天 有的人進來了 有的人走了 等無間緣 沒有間斷 等無間緣 出發心永遠沒變 24年以後跟24年以前是同等 剛剛季木在講說 今年4月8號 我其實也是忘了 那天忽然看到台北 各個團體在辦佛誕 我想什麼 因為台北的佛教呢 是用心立的4月8號做佛誕日 那政府是以母親節5月份的 第二個禮拜天做佛誕日 所以上年後來才再加上我們 慈濟日就三合一 所以5月第二個禮拜天 跟母親節結合母親節 但是真正有的寺廟 是用農曆的4月8號做佛誕日 其實到底是哪一天也說不準 有的人說 我是觀世音菩薩誕辰那一天生的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印化生 你到底是哪一生 是你的生日 所以這個都不要直走 所以正好那一天我說 是也不好 回想起24年前 我才認識上人5天 5天 你看看這種圓 4月1號回去奔商 大哥出病 3號早上一早見上人在花蓮 結果一聊之下 馬上覺得這位法師太偉大了 不只有法 而且金色是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學著百丈禪師 幾乎那個時候道場很少 就我了解的 因為我從小也是在 道教佛教的這個 跑來跑去 幾乎 你不要說那個時候 現在假如說是 學習這個農禪思想的幾乎也很少 就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當然不是對跟錯 高跟低的問題 而是這位法師 他所選擇的修行方式 他是學習百丈禪師 當年馬祖禪師創道場 百丈立青龜 因為從印度 早年世尊 他脱波制度開始 那個時候那個時候的世界因緣 到了中國大陸 那個年代 出家人就覺得說 不要再殺生 因為你出去脱波 人家給你婚的給你樹的 給你過期的或者什麼 你都要吃 那時代背景 社會這個制度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 馬祖禪師跟百丈禪師 他們創造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這個也就是 其實這跟佛陀當年的精神有沒有違背 事實上是沒有違背 當年因為印度的天氣熱 而且你想想看 佛陀大師姻緣 他是 將士要來講法 等於是說 法非常的多 你看看 講了49年 後來的幾個結集 你說我們今天三藏十二部經 是記完了沒有呢 誰曉得 所以他那個時候的任務就是說法 但是到了中國以後 你說有經有教 接下來就是要行啊 所以我非常相信說 就像今天上人他 為什麼上人今天要立個宗門 其實也一樣 當然我們當年立宗的時候 我不斷的跟大家 今天也是跟大家再 remind一次 我們不是自大 我們是自信 自信說什麼 自信說 上人今天的實際中門 沒有離開原始佛教的精神 而且更信 我們中門所修的方式 就是人間菩薩道 也就是佛陀在後期 從《無量益經》《法華經》《普遣菩薩》《行法經》 《法華三部》裡面所講的精神 就是要立行事件 不然徒說無異啊 所以這個就是自信 那麼自信之後呢 我們不是跟別的中派的分別心 我們是確立一個方向 讓我們第一代精神弟子 第二代 第三代 甚至四世代代的精神弟子 知道說實際中 我們是哪一個方向 要確立一個方向 八萬四千條路 八萬四千法門 千千萬萬的法師 那麼你是要跟隨哪一位師父 修行哪一個法門 所以中門 中就是方向 門就是方法 我不斷不斷地跟大家強調這兩點 當然還有很多 因為上人也知道 將來滅佛 甚至末法 而且佛法消滅 不是外道 是自己人 這個佛陀早就講 當然你們也不用擔心 什麼時候法會滅 那還早得很 而且也聽過正法用 存這四個字 所以你假如有正法 永遠就是存在 甚至你說 顏佛提沒有佛法了 那搞不好 眾湘國有佛法 眾湘國就是 香雞菩薩住的地方 在我們的顏佛提的上方 或者西方極樂世界 繼續有正法存在 那說不定到時候你就 轉世到那邊去 所以不要擔太多心 這只是佛祂警惕我們 警惕我們說 假如 教內的人自己不經濟 獅子找啊 吃獅子肉 自己破壞自己 這是更可怕 所以上人一定要立宗 確定這個方向 以後進來 實際中門的人 一定要了解禁食法脈 因為中門是從法脈延續下去 所以這也是上人確立的方向 自己有這個信心 比如說二信 信己無私 信人有愛 這個信 是支持上人 四十多年來 甚至將來 老人家還要再回來說播 繼續度 這個說播世界的眾生 一直到說播世界 從淨土為止 所以辭土不淨 實際不止 所以上人發的怨是這個樣子 這幾個字你們要好好記住 有時候出去 跟人家論法聊天的時候 把上人這個大怨 為什麼大家一聽到 世尊說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馬上非常欽佩 又聽到地藏王菩薩說 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眾生度盡 方正菩提 簡單的這幾個字 讓我們覺得 對它是佩服不已 同樣的 上人發的怨也是 齒圖不盡 齒寂不止 簡單的八個字 論盡了上人的心願 所以大家都說 我們生生世世 都要追隨上人 因為上人自己就發這個怨 就學習世尊 學習地藏王菩薩 所以大怨王地藏王菩薩 這是怨 有怨當然就是要去執行的 那普賢菩薩 那基礎是什麼 基礎就是悲至 那就是觀音菩薩 跟文殊菩薩 四大菩薩具主 悲之 行願 或者願行 這個其實我不斷地跟 強調 我們這個中門 是以這四大菩薩 也就是他們的四個 意義代表 悲之願行 代表慈激 其實你只要好好再去套的話 我們的四大八隱 四大之也也差不多 你們去想一想 慈悲喜神是無量心 悲之願行 四大菩薩的身後意義 其實都差不多 好 所以上人立的宗之前 當然今天再做了 大部分都是立的宗之前進來的 那當然也有立的宗之後才進來的 立宗之後已經六七年了 五六年六七年了 好 我要講的是說 等無見 我們中間沒有軟弱 有軟弱但是有超越 超越不了的繼續經濟 我當然相信 你們都碰過軟弱的時候 甚至退轉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想要 跳雞跳船的時候 可能現在都有 今天晚上上完課大概就 又重拾這個 當年的熱情 所以為什麼我那天 我正好想到四月八號 那一年 四月七號 我其實是三號見上人 四號大概回台北 可能是五號 我現在有點忘了 反正大概六號七號就要求歸一 上人那個時候就問我 那你法號要記還是要示 我那個時候啊 我也不假思索 那遲記嘛 這就叫記好了 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上人要給我歸一 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是四月八號 上完早課 應該是早課 那天我們文章寫早會 那個時候沒有早會 是早課 就三點四十五分起床 那起床以後做早課 那上人那個時候是天天陪伴大家做早課 做完早課上人禮佛三拜 三拜完 問訓一完就站在那裡 常駐師傅就拉著我 吹著我趕快進去頂你 我說上人要給你歸一了 哇 在大殿呢 第五天啊 嚇得腳都軟了 你看那個時候連禮佛可能都還剛學而已啊 所以上人親自講了三規一文 當成是名佛號 思嫌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一天 後來下店以後我要跟上人聊天 我說昨天明明好像跟上人說記啊 但是我半夜的時候忽然想說 是不是詩比較好 反正這都是分別心啦 這都不對的啦 詩也好 記也好都一樣啦 只是自己忽然想說 诶 詩會比較好 但是我忽然上人就 就給了一個詩的這個法號 這很奇怪 我就問上人 昨天不是說記嗎 我說有嗎 你有跟我說記嗎 我忘記了 我以為是詩咧 所以你看看 因緣 所緣緣 真上緣 到現在二十四年 等無見緣 所以這四個緣缺一不行 同樣你一個種子種下去 有這個種子因有所種的人 然後再加上增上 就是陽光啊 肥料等等 然後一直照顧它 然後水果出來 一吃下去 哎呀 好甜喔 桃子也好 橘子也好 甜喔 這果爆 所以 世間 那果爆甜的吃完了 這棵樹是不是永遠就在那裡啊 時間到了這個樹也老了 就像那天我們到San Diego 到江蘇那裡 它種了幾萬顆Avocado 有一半啊 哇 它都砍了耶 我就問江蘇 江師兄啊 我說怎麼不砍啊 他說啊 太老了 老了不敢它砍啊 它新的長不漂亮 Avocado 酪梨啊 哎呦 又學了一種 原來是這種果樹 有時候也要把它砍一下 讓它重新有新的這個生命出來 我們外行都不知道 哎 果其然 後來看了很多 哇 這個新長出來 就萬一砍 就不再長了 那就叫往生 我相信江蘇一定有很多人被它砍掉了 往生掉了 所以剛剛講這個長字啊 事實上世間沒有長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佛陀叫我們無常 無常 因為一切因緣生 一切因緣滅 一切因緣滅 所以叫無常 那你說 因果 好啦 一切因緣生 生以後 緣具足就有果了 就像今天我們在這裡見面 剛剛講的四個緣都有了 所以我們今天有見面的果 我假如今天跟大家座談完了 大家很歡喜 歡喜這叫喜報 假如你們啊 不管時差或者身體不舒服 聽了起煩惱 這叫煩惱報 所以這個報呢 就是心的感受 果報 果是形 形態 形象 就像今天我們 哇這麼多人坐在這裡 這是看得見 但是報呢 依人不同 同樣我們都是同樣的果啊 今天不是都見面了嗎 剛剛都是在宅堂吃飯 吃現在在書宣 講到現在 有的人可能很認真 有的人進進出出 那這個報一不一樣 當然都不一樣 甚至 就像佛陀一樣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一類各得解 佛以一音 同樣一個聲音 演說法 眾生呢 三根九品 依照他了解的程度 一類 眾生一類各得解 每個人得到他自己了解的意義 那講法都是一樣的 譬如說剛剛講無常 那有的人就會想很多 那有沒有常的 真的是無常嗎 那有的人馬上就信了 是無常 所以這個就是根器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到說 因緣觀因果觀 那為什麼先提這個呢 我剛剛不是說啊 法中化家常 我們這個家是不是常呢 那可能常嗎 我們這個慈濟的家 其實講穿啊 你要真正地講的話 上人最近講 無違法有違法 什麼是無違法 什麼是有違法 很多人可能還搞不清楚 其實無違法 就是佛法的真如 這個核心的真如的妙地啊 那是無違法 無情無相 以前有人說啊 像如來賬 或者是 所有世間的一切的源頭 意思就是 不是後天的 不是人工的 不是造作的 本質具有的 就像我們一樣 佛性 或者自性 或者本性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江山易改 本性難以 錯了 所以早期上來就告訴我們 這本性就是自性 自性就是佛性 以我們佛教徒來的就是佛性 你假如跟別的信仰宗教的人 你就說就是自性 自性的人都有 或者本性 可是本來 本質具有 誰去創 沒有人創 所以這世間怎麼來 什麼時候開始 無始 佛世尊就這麼教我們 無始 所以無違法 也就是說我們本質具有 有違法 那有違法 就是後天 造作的 或者有所造作 那你說慈濟 是無違法 還是有違法 當然是有違法 因為慈濟 也是我們的上人 四十多年前 他造作的 但是他的因緣 是因為要帶領 有緣的近世弟子 在有違法當中修 無違法 這也就是常常你們聽到的說 我們以初世的精神 來做入世的工作 這樣懂了吧 我們今天不管醫療 今天不管教育 人文 甚至我們所做的各種慈善 表面上看起來 哎呀都是世間事嘛 所以為什麼有的人不了解 你們做的都是 人天小果有漏之音 這是人天小果的福報 頂多是身上天而已 天也不夠在六道裡面 譏諷我們 就是說沒有去求會了 沒有常常聽經啊 做法會啦 很多人以為那個就是智慧啊 其實 上人哪沒教我們智慧呢 光一個說慈善的人文 醫療的人文 這些人文都是智慧 今天我們去對待各種的人事實地物 這都是智慧啊 上人所有的禁思語都是智慧啊 所以我們在整個這個智慧啊 其實上人他是用最高的智慧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47年前的台灣的環境 那個時候台灣還窮啊 二次世界大戰 國民政府從大陸前來台灣 那個時候民生凋敝 但是喔 但是喔 從民國 可以說是 三十七八年 一九四九年 那上人是 一九六六年 民國五十五年 開始創立慈濟 這中間啊 可以說是在台灣也是修養生息 然後慢慢慢慢往小康 小康社會走的時候 上人出家 出家以後 所以想想啊 為什麼上人會有這樣子的 我們剛剛講四個圓好了 你看看上人怎麼會有這個圓 第一個 是他的養父 突然往生 這我相信也是一個因 然後上人自己 他看盡了這個世間的無常 而且他不願意 像一般的婦女一樣提個菜籃子 嫁個先生生一堆孩子 早期尤其是可能還生一堆的 像我們自己家都生了十個了 上人不要 這個就是 可能就是上人的真上緣 或者所遠遠 那當然抓了三次沒抓回去 有修道師陪啦 有後來的 這個 柯基叔啊 跟上人落法啊 還有那些原住民的住員 尤其是前一陣子你們就要回台灣 上人特別還講到說 他那個小木屋 這個北風把他吹倒了 南風又把他吹震 電廠那個董娘啊 收留上人 因為颱風嘛 他說哎呀 天不從人怨 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天不從人怨 不是從這個把你吹倒了又吹震了嗎 上人就是聽了這句話 什麼叫天不從人怨 後來細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啊那些鄉里的人 甚至 普明寺啊 地藏羅廟的那些委員啊 還有那些信徒啊 他們很怕 很擔心上人啊 叫人在那邊住下去 你知道上人的吸引力啊 那就像磁鐵一樣的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希望 哎呀 你趕快離開這裡吧 所以這叫天不從人怨 這人就是希望 趕上人走的人啊 那那個時候上人假如說 那既然天這麼著護持我 那我還是待在那裡的話 那說不定就結了二緣了 所以上人選擇他還是自己 走自己的路了 所以你看看 這個就是真上緣 一直到現在沒間斷 四十多年不改其之 而且越挫越勇 就像 剛剛凱琳他們才拿了我 1月29號 這一片假如你們沒有的話 我再在我的包包裡面 等一下你可是不是再call給大家 1月29號我在北區 一千多個核心幹部 四合一 核心核心戶外協定 所有的幹部 就在內湖事件 有人把上人的名號 放在巴士上面 上人說啊 把他的名字 游援揭示眾 講這個話的時候是心裡在滴血 什麼游揭示眾 游揭示眾是十二不赦的犯人 要砍頭要行刑之前 游揭示眾 游揭示眾 所以今天台灣你還是有人 就是誤解上人會破壞山林大地 會做違法的事情 就是我們內湖 內湖那塊地已經買了 這個一二十年了 你看看就是一直沒緣 你看看 你說沒所緣緣也沒有 有所緣緣的沒有真上緣 你看看就停在因緣跟所緣緣 有那個地主願意賣油去買 然後就卡在那邊 所以上人那個時候 當然大家都知道 要出門 睡眠祝福疊了一跤 整個右邊的瘀青 上人很省水啊 每天就是用那個木盆子 那個那個那個 早期我們在這邊的療房 也給上人準備了木桶 上了一天喔 說到做到 上了一天就用的 四桶嘛三四桶的水 一天喔 包括刷牙的啦 沐浴的啦 就是那三四桶水 所以那天大概是要推這個桶子 啪一滑 七十多歲老人家就啪跌跤 一跌跤他倒沒有想到說 哎呀身體有沒有怎麼樣 是想到說 糟糕能不能出門醒腳 去發紅包 你看看師父就是 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想自己說 糟糕會不會怎麼樣 是想說糟糕 能不能出去 全莫祝福發紅包 就是菩薩 菩薩院 所以我那天啊 1月29號講的 上人的生痛 跌倒嘛 生理痛 辛苦啊 還有這麼多人誤會他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人講過走路怕地痛 以前有聽過嗎 是上人講的對不對 上人沒講這句話以前 有沒有人走路怕地痛 我們沒聽過 以前誰講感恩啊 沒有人講感恩 都沒講多謝 現在都感恩了 以前都叫義工 現在都志工 你看光這些詞彙 光這些語詞 都實際可以影響 不是不能影響 現在誰不講感恩 講多謝 那是second class啦 你看現在上上下下 誰不講感恩啊 就刺激帶動出來 志工也是一樣 你看以前 總統也都是講志工 現在誰不講志工啊 誰還講義工啊 很少啦 這不一樣 既然有義務就有權利 但志人就不一樣 志沒有什麼權利 通通是責任跟義務 志心嘛 我常常以前說 志工的志 上人以志代我 志不可以不弘義 任眾而道遠 志以前就叫讀書人 讀書人我們不要說是 真正讀什麼書 是明理之人 甚至我們今天三保弟子 那是懂法之人 既明理又懂法 這樣才是上人的志工 跟這跟讀書有沒有關係 你看 歐巴桑那些 老爺爺 老伯伯 老媽媽 他們在環保 他哪讀什麼書啊 但是你說他懂不懂你啊 懂啊 你說他得不得法 得啊 甚至 得得比我們還精進 我們還一天到晚 考慮懂考慮虛 想想這個對不對 邏輯成不成 人家他們根本想都不想 聽話就是了 所以老婆子念佛我告訴你 你說七天精進 一心不亂 我告訴你老婆婆念的比我們 因為我們什麼 俗識多 意見多 然後呢 知識高 知識啊 還有知識啊 自己以為自己了不起 都想去批判 都想去找人家的麻煩 老太婆婆她想 反正我什麼學務沒有 也沒讀過書 什麼都不懂 我聽話就好 這反而單純 這叫禪 所以有時候 書讀得多啊 我告訴你 就像漢鬼講的 博士博士 PhD Permanent Head Damage PhD 這句話也很有道理啊 很多人就是因為鑽這一行 也不去了解別行 就鑽這一行 但是 事實上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多元 而且是多種族 你看一個人怎麼可以活在這世界上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很多博士的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了不起的 不得了了 所以有時候就有點這個 傲悟啊 或者是 這個 焦重之氣會出現 那可能自己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 貪稱吃慢 這個慢 我常常說是無名子 沒有啊 我哪裡有傲慢 沒有啊 有 不自然的 這個不自覺當中啊 自然而然你就行傳出來了 你講話就是 有點說我高你低 譬如說以前我們去救災 當年我們到大陸去救災 一開始的時候都沒注意 我們坐著 人家站著 這個鏡頭回去給上人看到了 哇 那不得了 你們把災民當作是什麼 啊 施捨的對象 啊 你坐著 人家站在那裡曬太陽 吹風刮雨 所以後來你看看我們的慈善人文 我們就是要站著恭敬九十度 上人就是提醒我們 由小看大 由細見出 所以為什麼 上人的心是這麼樣的細膩 因為他用心 你看早期做那個蠟燭 我還記得二十四年前回到花蓮 我還以為說 這是什麼了不起 你去坐著看 我當年就是不會坐 吃飽飯以後繼續努力 捏到一半啊 上人走路來你都聽不見他聲音 我在那邊捏得滿頭大汗 他在後面說 啊你怎麼這麼傻 他說我很笨 我送給你看 人家上人一下子就 沒有眼淚的蠟燭就做出來 我在那邊搞了老半天 用心 我們不用心 所以話又說回來了 1月29號我跟北區幹部講 上人的身痛心苦 因為真的痛是身 身體是有形有相 但是那種苦啊是講不出來 被人家誤解 被人家扯後腿 被人家誤衊 被人家侮辱 被人家侮辱 委屈 無奈 這叫苦 說不出來 外面人嘛 不了解誤解嘛 也就算了 假如自家人 中門內的人 也跟著道三道四 跟著人家隨波逐流 批評東批評西 那塊地怎麼樣啊 我們是不是怎麼樣啊 所以你說性根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我 這幾年有時候 相信到了你們各地 我有時候 中國制這個寶啊 是呆人 幫人家做寶啊 Indorse 那你願不願意幫上人做寶 為慈祭做寶 有人打不出來 或者甚至說 我到底在問什麼 做寶 想一想吧 這一想啊 我告訴你 性根就打折了 就像上來有時候 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當場馬上回答 那就是第一意地 你經過再思考以後 那就是打折了 我們剛剛就說 無違法有違法 你第二 再想一下再回答 那就是你經過思考以後 你假如說真的性根非常堅定 你願不願為上人做寶 你毫無疑問的說 願意 這就 這就表示你 這是第一性 你完全了解 哎呀 萬一 好 萬一 我解釋給你聽 萬一你說 替上人做寶以後 你身家性命 或者什麼 什麼 產生什麼樣的損害 好 再問一次 願不願意 上人今天也是為我們 說老實話 上人不是講嗎 我做執事只有命一條啊 你就是今天為上人把你的命賠了 你還要考慮願不願意嗎 那是不是第二性呢 第三性呢 所以再怎麼講也是 第一時間就要回答說 願意 你說有沒有道理 當然我這只是用寶這個字 其實寶跟寶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就是寶物的寶 佛寶的這個法寶的寶 因為什麼 信為道元功德母 信就是寶 第一寶就是信 所以你說三寶 佛 法 生 基礎是什麼 信佛 信 法 信 生 有沒有道理 不信哪有什麼三寶 而且你要正信 上人沒叫我們明信 人不要叫你亂信 更不能邪信 你看我們的見 在經上面講 我們有我見 有身見 有邊見 有見取見 借進取見 這都是偏調的 正見發生到裡面 正見 就是見解要正 見解既然正 那當然你的信就是正信 所以上人交的是正信 所以我剛剛講說 既然你這麼相信上人 教的是正信 那你當然第一時間就說 我願意為上人做寶 就算為上人做寶 我有什麼損害 我告訴你 這也是犧牲奉獻 尋道的精神 以前我們常常講說 死懷者多偉大咯 我以前的父牛那尊者 不怕辛苦 或者是 這個聖經裡面講了多少 保羅啊什麼彼得 怎麼樣去受人家殺害 其實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怎麼來的嗎 我以前是基督徒 我就是聖經裡面選了一個 常常做飯給人家吃 後來被人家殺死的 那個叫Steven 我也不曉得那個時候 我怎麼去選這個名字 我大概沒講過這個給人家聽 所以我的英文名字是這麼來的 我家另外別的兄弟 我都給他取成J 不是S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只要J黃 機票通通可以通用 現在當然不行了 所以我大哥二哥是什麼 通通是J 只有我是S 這是題外話 所以你說性 正性 所以對於歸一佛 現在我們稍微講一下三歸一 你現在瞭解 慈濟真正正性的三歸一 因為什麼佛法生三保 到底怎麼解釋 對不起 今天晚上 我剛剛講演之前 我是請求佛菩薩 你們說我觀點 其實是我的觀點 要我講什麼我就講什麼 我也沒預備講稿 你們的訊息回來我就講什麼 我是覺得你們都是執行長 都是核心幹部 法腳都不懂 法腳都偏的 剩下四項我告訴你 絕對完蛋 你連我們這個 慈濟的這個法脈都搞不清楚 那中文別談了 這是第一源頭你就搞不清楚 你剩下來講什麼 所以佛法生 佛 大家要知道 對沒有錯 兩千五百多年前的西達多太子 經過五年參訪 六年苦修 忽然閱讀明心開悟成佛的那尊佛 沒錯那尊佛 名釋迦摩尼 那個是我們的世尊本師 既然稱本就是至高無上 而別的他佛都是他介紹 所以上人呢 你看看我們比較不念 他方佛的這個佛號 我們大部分念本師 釋迦摩尼佛 因為他就代表所有萬佛 千佛萬佛 無量益佛 那這尊佛 他只是一個總代表 所以稱為本師 那當然還有很多諸佛啊 所以淨土中他們 特別崇尚阿彌陀佛 或者是你說 修流離淨土的 他特別喜愛 要師光如來 這都一樣的 佛佛道統 沒有什麼高地 司法平等 無有高下 所以真正的這個 假如說三寶這個佛 其實它代表是什麼 是一個本覺 覺悟啊 本意思是說 本來 就算是說如來 真如 就是本 所以我們歸於佛 就是歸於覺的意思 那這個覺悟是誰來教我們呢 當然就是釋迦牟尼佛嘛 由他在介紹 十方三四一切諸佛啊 還有未來的呢 你譬如說 最壞的提波達豆 他將來也成佛啊 那個時候不敢承擔的設立佛尊者 他將來也是華光如來 這是未來佛 這是未來佛 那還有古佛呢 藍燈佛呢 連陰王佛呢 上方佛 下方佛 那古佛 那經佛呢 那就是兩千多年前 因為還算是現代 那就是釋迦牟尼佛 但是總稱這個佛字啊 應該就是一個覺悟的意思 覺字 因為這個佛字 在漢文沒有這個字 這不打的是 凡語印度話 翻成漢文就是覺悟的意思 那麼法 就是經教 道路 就是佛 一切諸佛所講的經教 當然我們現在說 一切法都是 本師釋迦牟尼佛所演說 然後他介紹 譬如說《維莫截經》 《維莫截經》是講《維莫截居士》 他也是古佛成就啦 但是他呢 也是倒架持行 來做世尊的弟子 那你說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過去正法明佛 他也是古佛 但是他呢 你看看《新經》 上面講《觀音菩薩》怎麼修的 所以這些經教 其實也是諸佛所教的 是透過釋迦牟尼佛講出來的 這叫法 也就是正法 所以我們歸於法 也是歸於正法 剛剛講歸於佛就歸於本覺 歸於法就歸於正法 那《生》呢 《生》呢 《生》是出家修行 《生保》是出家修行的人 因為天下佛法由生傳 那這個《生》 其實當然你說佛是代表萬億諸佛 那這個《生》呢 也是一樣代表所有的《生保》 問題是 今天《生保》這麼多 我們總有一個歸於的師父 不然你說 好像說我只有兩隻腳 兩條腿啊 我走哪一條路 你只有一隻口啊 你這一口飯要怎麼爬進去 同樣的 你今天就是要找一位歸於恩師 那麼這個代表一切的生 所以上人常常告訴我們 我們對於所有的《生保》都要敬重啊 不是只有說我們師父是生保 別的生保我們通通踢踢踏踏踏踏的 或者是不經不重 那不行啊 那你們害上人 所以歸於佛法身 歸於生就歸於這個什麼 純淨的意思 純淨無染 相信上人也是這麼樣的教我們 這是一個什麼 靜而不染了 正而不邪了 覺而不迷了 所以你看上人教我們 不要再迷了 趕快覺吧 友情當中 自覺 所以我記得前兩天寫了一封信給大家 你們都有回我那個 有的有回有的還沒回來 可能還在飛機上吧 還沒下飛機 大部分回來了 我都有在回說 祝福大家呢 在法 禮 情 我記得在情上面我們自覺 覺悟的覺 就是覺有情的意思了 於人圓榮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對於三寶的正確認識 其實就是今天開始 我既然歸一 佛法生三寶 而且我接受中文的教育 就慈激中文的教育 我不迷了 我不邪了 我不染了 我不再被污染了 所以這個是上人對弟子的期許 也是相信所有的師父在 收徒弟在三規一的時候 所最高的一個期待 好 那既然我們這個家 是有違法 剛剛不是講無違有違嗎 那有違法 一切有違法怎麼樣 夢幻泡影 對 經是這麼講 一切有違法 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電 應作如事觀 說是如此說 這是理上這麼講 但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有違法 假如我們能用正信 正見 正道 我們可以修無違法的時候 等於是心中有了正法 那這個有違法 就可以無限量地延長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我們慈激這個大家庭 慈激這個組織 講白一點慈激基金會 今天我們是入室度眾 入群度眾 我們不能離開眾生 所以我們有四大八因 沒錯 我們這個四大八因 其實也是讓大家 在這個四大八因裡面的 有違法要去修無違法 無違法我剛剛講就是佛性 對不對 其實上人說修行 修行沒什麼好修的 就是去掉 減除 習性而已 意思是什麼 提升佛性 滅除習性 修行就修這個嘛 哪有什麼好什麼 難講的呢 問題是 問題是什麼 你們都知道吧 想得到看不破 弄得懂做不來 意思就在這裡 知道知道了 進去耳朵了 還沒到心裡面 就不想做了 或者進到心了 你做兩天 還不下去 碰到困難 你就躲起來 或者是被打敗了 退轉了 所以你說剛剛我講的四個圓 真上圓是非常重要 真上圓是怎麼樣 真上圓是能夠讓你突破一切困境 甚至逆爭上圓 聽過沒有 逆爭上圓 譬如說我現在看到 這個奧克蘭的師兄 這五六年來 六七年來 他們呢 一直想要買會所 當然一直都不成就 給三歐瑟的劫足先登 三歐瑟花了這麼多的善款買了 買了以後他們就 哎呀糟糕那邊也還要買怎麼辦 我相信這幾年他們也是很增長 其實 好了 現在可能有一個好姻緣 所以祝福他們趕快 所以我剛剛跟明鏡講 就差一點就接受 accept 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因為上人都已經祝福了 也看了 上人用天眼 那天我們是在金色 馬上用Google的苗坎圖 上下 一邊跟你講話 一邊 不是上人都問得那麼詳細 就是因為在那個 會客室裡面 就用那個3D 在那邊轉 旁邊一個大學有沒有 我們都看到了 所以上人已經去過你們那裡了 所以就不要再想太多 就差幾萬了就把它買下來 不夠部分自己想辦法 一點點小願力都沒有怎麼行啊 逆增上緣 機緣也一樣啊 為了後面二期工程 我相信他也是 不曉得幾年了 然後一裡透一裡透一裡透 上人就不答應 那你怎麼辦 就是要考驗 看你 偷上拜 然後就軟弱了 這個弟子算了 還好 還挺在那裡 好了準了 準了 逆增上緣 所以啊 在座 通通有逆增上緣 職展在這裡啊 那天我還跟上人提到我們基岳師兄 現在講應該沒關係嘛 基岳師兄你看這幾年 上人應該有問吧 對啊 以前當然他已經很盡心 那這幾年為了海地啊 為了什麼這些檢疫 哇他拼了老命啊 設計也好 自己親自親為 到了那個灰漢如雨 到了金色 哎呀七十幾歲了 我們的蟑螂啊 我都叫他蟑螂 姓張嘛 就是慈膽的師兄啊 哇這麼付出付出付出 我覺得很奇怪 當然他是非常謙虛 人家是個大老闆 哎 十五一金公坐來盾 你們這兩天有空就問問慈展 哇最近發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 當然是現在可以公開講的 本來他都不想讓人知道 整個手 是不是捲在機器裡面去啊 哎呦啊 聽說這個一出來是見古的啦 但是復健的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 我就那天跟上人講這個時候 上人真正是講說 家在有做 做來盾 盾也要做來渡 渡聽懂沒有 抵啊 你有staving account 你才能withdraw withdraw以後 你才能夠抵消這個業障 當然細節我還沒有問慈展 我只是那天聽著講以後 我全身就發麻了 假如是我的話你看看 皮肉都不見了 拉出來只見骨頭 你看看是怎麼 我們計月事博 過了一關 所以你 有時候你不得不信 上人常常告説我們 你說 能做的時候趕快做 做來盾 不能做來度 當然你沒有盾 你到時候要抵 你怎麼抵 你沒有saving account 你怎麼withdraw 所以這次偉事博也偉事博很多了 要繼續做 命都保住了這個大偉事博 就像我49歲沒死那也是提了一大筆出來了 所以今天下午又在搞法國意大利的行程 我跟你們講對不起 先跟你們講對不起 尤其是東岸 本來說要帶你們到法國去走一走 結果那天跟老人家講 馬上說 練啦 沒幾個人就不用了 後來我好像又要求了一次 上來不答應 不答應我就不敢邀請你們了 本來我想說東岸到那邊六七個鐘頭就到了 法國要會所要開幕 四月中旬的時候 我想說你們過去也 因為這次十個國家八十幾個人 歐盟精進的 直擊歐盟 但是上面大概探足機啊或者是 乾脆拿這個錢送到海地救人算 所以他沒準沒準我就不敢邀你們了 所以我知道有的人心裡面一定是在那邊低估 怎麼搞的要去了都還沒通告 然後馬上海地 所以行程是一個接一個 然後現在五十幾個國家的會晤 你說煩當然煩怎麼可能不煩 但是呢我們今天既然走了這條路 剛剛就講說在有違法當中修無違法 所以去掉自己的習性哪那麼簡單 那就是借事練心來磨嘛 不然誰來磨你啊 佛陀也不磨你啊 佛陀也不磨你啊 佛陀慈悲啊 菩薩在哪裡 菩薩也不知道在哪裡啊 就是你旁邊的冤親債主才磨你啊 誰磨你啊 就是你冤親債主磨你不知道誰磨你啊 你的病痛就是冤親債主 你說苦技術給你坐一隻 磁輪的師兄啊 他以前都說磁輪做就好了 我在後面這個幫忙 存款啊 要自己存 所以今天在公開場合也是要邀請你趕快進來 也過一大關呢 這次手術也很好啊 上人的祝福 精釋大家這個祝福我們許居師 磁輪也做了二十多年了 我常常跟他開玩笑 啊你家的苦劳技術呢 因為苦劳技術是上人家落法的那個苦劳技術 正好也是去學嘛 我一直期待我們許師兄趕快進來 當然音樂應該成熟了吧 今天晚上不然他怎麼會坐在這裡呢 這個有時候知糧道糧啊 說老實說你平常不趕快儲存啊 那是無常嘛 一來你說 沒款可提那個時候 也不要怨不要毀了 不怨不毀 所以我常常說大慈無悔大悲無怨 就是上人就讓我們做大慈大悲這事情 就是無怨無悔的意思了 所以慈善醫療啊 你們這個大慈大悲 大喜大捨 不管你是教育人文 通通是一樣 所以在四無量心當中 其實你看看四無量心 佛陀講的這四無量心啊 為什麼說無量呢 是因為眾生無量 所以我們用法無量 所以要用慈悲喜捨 四無量 因為有的人說 那我就是度這一群就好了 不行 我們是三根九品三教九流 而且是生生世世 你說以前像金色公雞 上人也度啊 上來 大寶 狗啊貓啊都度啊 甚至有些天人 天人我們怎麼度啊 你怎麼知道沒度呢 現在說不定就有天人在聽 只是我們看不見而已啊 所以今天就是上人呢 他就無量 所以我常常說你看看 上人他出家 然後體驗法華精神 然後開始創立功德會 從慈善 醫療 教育人物 一致一直巴印 沒停 不斷創造 不斷的 讓我們的這個這個 借機借引 所以今天才能夠達到無量術 所以我常常說無量法師 用無量法門 帶領無量弟子 成就無量功德 記住的是這句話嗎 我們無量法師 哇要稱為無量法師 不是那麼簡單 你等於是無量益經 上面所說的得恨品裡面呢 他都具足了才能稱無量法師 你們去看看無量益經得恨品上面 就像上人講的 晉級清晨這幾個字 一直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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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的 戰佛的 一大唐篇 當然你說上人是不是有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那我不敢講了 但是呢至少上人他今天是依據佛 他所教的這些法 他來告訴他的弟子 要往這個方向去走 那盡頭在哪裡 沒盡頭 無始無終 稱為無量 所以無量法師 帶領無量弟子 所以今天美國 我們為什麼 我們要來 今天晚上要來相聚 就是要讓我們這個慈濟 生生世世 永不息 不能讓它熄滅 燈燈相傳 無盡燈 無盡燈 無盡燈也是 《回摩結經》上面講的 就是說 一個一耙 一個火炬 有沒有 諸人來點這個火炬 萬人來點這個火炬 有沒有減少這火炬的光靈 沒有 量有沒有減少 沒有 沒有 但是反而萬支火炬都點燃了 所以這個燈燈相傳 無盡燈 我們也一樣 上輪一把火 現在傳到美國 傳到星巴威 傳到哪裡 不是只有這一次 還要往下傳 所以有無量弟子 所以無量法師帶領的無量弟子 從事無量的法門 成就無量的功德 所以將來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我們這個家大家呢 不要說這個家有違法 什麼哪一天會破掉 哪一天會破掉或滅掉 是因為我們自己不經濟 我剛剛講那麼多就是講 這個家雖然是有違法 但是我們要把它修到無違 所以家要變成長 那就是生生世世 一直到成淨土 到了成淨土了 那就不怕了 那個時候 常樂我淨 聽過嗎 佛的這個士德啊 到了佛的境界就是常了 那個時候沒有無常了 常樂我淨 佛之士德 所以我們今天 用善人的法來畫家常 畫當然就是講了 好 講到這個話 我有話要跟你們講 說話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我其實像昨天我才回宗教處一個同仁 我說最近這幾年啊 其實我上台演講的機會 已經越來越少 像今天晚上啊 其實也是跟大家的革命情感啊 二十多年了 美國是當年大家一起打拼天下 所以禮當要陪伴 那我在那個短文裡面 我在寫說 上人最近在開示當中有講過 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你們要注意聽 打課睡了現在開會要醒一下 你們東岸來了可能現在已經時間晚了 上人說你非常了解經文 甚至你對於經文講解的非常透徹 當然是非常好 這叫解義 信 剛剛講過了 解 第二字了 了解以後甚至會說 哇 那更好 紅法 很多人以為說 法師嘛就紅法就好 紅法就是講法 紅法不是就是講法 你信解 行 你沒行 紅什麼法 紅法有兩種啊 一種無形就用講 有形是人家看得到的 嚴教身教 紅法 做老師 師 師者犯也 師犯 為人師表 哪裡老師說在課堂上面 尊尊教誨 然後到家裡面去 胡作非為 這種老師算什麼老師 教學生要這樣子 教自己家裡的小孩子就不一樣 或者是打老婆 或者是口出 髒話 厄語 這是什麼老師啊 是不是 所以廟堂之上 說老實話 大家都嘛 恭恭敬敬 問題是 你是不是行政影端 就是說你的身跟影子加起來是一樣的 有的人身跟影不一樣 所以上人說 懂得講經說法 固然很好 但是 那還是個學問 是個文學 所以 上人他 他自己講經 他都是以體貼佛陀的正法經教 親自親為去體驗 佛陀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譬如說 草木風霜閃電光 開淡人生不久長 他看到仰富往生 看到今天亮 看到今天亮 三里四象 沉住壞空 新住壞面 不斷地在電 這個沒錯 講到說 人生的這個欲望 深無底 沒錯 你看多少弟子 南條南浮 沒錯 嚴伏提眾生南條南浮 你看看沒錯 人生苦 真苦 你看醫院裡面多苦 急診室裡面 八苦當中 哎呀大衣王 感人啊這些大衣王 救苦 救難 功德第一 這就是佛經上面上了 就是四大八億的時候 他去體驗啊 體驗出來他說 我得到了法髓了 然後我親自去做了 然後我再講給弟子聽 讓弟子要行去學 謝謝 所以剛剛 我講說 為什麼 越來越不敢上台講 就是啊 講是講啊 到底做到多少 譬如說那天 在京社 二眾弟子 出家在家 某一件事情發生了 上來就對著在場所有的人 當然我也在現場 他就左邊看 右邊看 橫掃一次 很嚴厲的說 就在現在 現場所有的弟子 沒有一個不二過的 恨不得趕快找個地洞穿進去 沒有一個不二過的 二過知道吧 像炎灰 就不二過 以前孔子的弟子 很難 有什麼 有時候我們這個貪嗔吃慢子 起來的時候 過去犯過的又犯 或者摩考 就像上輪最近 你們只要有聽進士成語 你看阿難也是有摩考 明明佛陀就說 佛住世一節 但是 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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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員啊 將取入面 誓員已盡了 將取入面 那個時候阿難在旁邊嘛 你應該就趕快 請佛住世吧 就阿難沒講 講不出來 後來家世尊者在念他 他說我也不知道 就是摩是照我心的 摩啊 困擾他的心呢 講不出來 其實這也是眾生共業 為什麼 就是八十 就是我們這個眾生沒緣了 跟佛無緣了 所以本來阿難講的講的話 今天佛陀還在 但是大家也不要指責阿難 換成你我的話更糟糕 所以這個上人講是阿難的維系的業障 比如說要水 車馬過河 拿不了水給佛陀喝 不禁 佛陀已經快渴死了 之後的地址拿不到水 架渣衣裳風一吹 阿難就踩到 踩了佛陀的衣服 不禁 阿難說我真倒霉 是風吹的 風吹的為什麼別人不踩呢 是跟你踩呢 還是你的業障 小業 然後不留佛住室 這也是他的業障 所以有時候我們個人 因為我們都是業報生的 當然也要很感恩阿難尊者 因為最後一個小罪就是 大家是尊者 都是你了 讓女人出嫁 但是我特別注意 那天上人講這個的時候 他就沒有細數 這個就是弟子可以講 他不方便講 我不是以前常常講過給你們聽嗎 就是阿姨啊 姨母養他長大 養他長大佛陀長老 就叫人家出家了 回去渡敬放王的 渡他兒子 妻兒 王公貴族都渡了 好了 渡了大家要修行 但是他 禁放王那個時候都下令說 家裡有兩個男的 一個就可以跟他出家 護持他的這個 兒子 成佛的兒子 當然不能叫兒子了 已經成佛了出家了 就是全國的人都可以 只要家裡有兩個男的都可以出家 既然男的可以出家 為什麼 這個女生不能出家 當然那個時候是印度社會 女人是沒有地位 而且是種性 甚至生團那麼多男人在修行 男眾 你叫女眾進去了 很多不方便 甚至會亂 所以佛陀說 女眾假如出家 佛法早滅五百年 講到這個 假如在美國講這個 很多美國人就跑掉了 以前我聽人家講過 在美國人家講到這一點 很多女士就站起來 你們這個叫我不信 我告訴你 其實你們要想想 那個時候的印度社會 這個其實也是有一個表面的意義在 就是說一個團體 角度複雜了以後 難免事情是非就多 所以那個時候佛陀其實是 就是在等 他哪裡不知道 將來男女是平等 他當然知道 既然十方三四 我剛剛一開始不是講了嗎 時間拿擋得住佛陀的了知呢 他當然知道吧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不讓女士出家呢 就在等 有一位弟子叫做 氣機重 硬機重 他來反駁 反駁佛陀 既然世尊你說出家是這麼殊聖的因緣 而且藝人出家久足生天 這個才是真正修行 那對你有這麼大恩德的這個姨母阿姨啊 養你長大 他媽媽七天就往生了嘛 生下來七天就往生 是阿姨把他長大了 那恩人你怎麼可以不讓他出家 我相信佛陀就是在等這個醫院 那天上人只是淡淡地說 我們要感恩佛陀 我們也要感恩阿難 所以上面就沒講 所以今天才我們有師父啊 也才有這些師姐啊 不過話又說回來 當年的三十位家庭主婦 假如換成是男的 我告訴你三天就解散 男人哪有什麼毅力勇氣 天天五毛錢算了吧 還好那個時候是三十個housewife 家庭主婦 所以最近大家開玩笑說 實際是女人的世界 不過男人的舞臺 所以沒錯啊 男女通通我們四重弟子 四重就是出家在家男女 這就是四重弟子 出家的男女在家的男女 二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非常要感恩阿難尊者 他呢很勇敢地提出來 雖然後來這家庭尊者就念他 你看看都是你這樣 所以生傳現在 那第一位就是他姨母 叫大愛道比丘尼 後來才設八境法嘛 其實八境法你說合不合現在的時代啊 當然也不合嘛 你比如說剛剛出家的比丘 才比如說二十一歲 上人看到他還要頂臉 這就是以前在印度那個時候 為什麼 怕焦慢心 那個時候那個時候的因緣 我們現在的現在的 所以應該要與時並進 這才是智慧 你想想看哦 我們就以佛陀那個時候講 在佛教之前佛陀設教之前 有九十六種外道教啊 剛剛講的那個戒 進取見 那是什麼 很多這種戒啊 其實沒有道理的 比如說以前很多拜火的 裸體的 淹水的 吃屎的 那他們的修行方式就是這樣 你現在是怎麼可能 但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佛陀後來不是 一天指出一素一脈 後來餓得快死掉了 沐陽女救了她在尼羅禪河 把她給她羊乃落喝嗎 講到這個羊乃落 我要跟你們提一下 有時候我們不要太執著 你譬如說吃蛋的問題 我到了某一個國家 有一些大實業家 他們說到慈濟連蛋都不能吃 那怎麼活啊 吃素已經都快過不了了 而且我們家的這個用人 沒有蛋那樹通通走不出來 那肉四盤通通青菜 總有個蛋吧 到底能不能吃蛋呢 公開問我 後來當然我宗教書問了一下 我們目前的規定 目前以舊法論法 目前的規定是 盡量鼓勵在道場就不吃蛋 盡量鼓勵 也沒有說嚴格的禁止 我們譬如說這樣好了 我們剛剛講說法要來活用 而且要正法 我剛剛為什麼提到這個 就是說你看看 佛陀都快已經沒有力氣快餓死 快昏倒在這個 這個寧年殘河 那牧養女 給她喝養奶了 是不是養奶啊 那我們今天說喝牛奶好了 你喝牛奶要不要養牛 養牛呢 将来是不是养牛 卤牛 当然你说让它自然死还是怎么样 剩余价值还是怎么样 所以那你说蛋 要蛋就要养鸡 虽然有的鸡说服不出 当然有的很残酷 听说某一个国家 吃那种鸡蛋里面已经半成熟了 快要变成 他们就打开吃那个 听说是最普 我还第一次听到 前几天才听到 以前我没听过 那你说像这样子 那你说连奶 当然有的吃不吃奶蛋的 就是纯素 很好 你只要有那个因缘 而且你身体保持那么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广素食 最重要的是什么 素心 持戒不杀 这是我们要推广的 就像当年世尊的弟子在问佛陀说 你要我去洗澡堂 有的那个懒惰弟子就找到那个借口 说不要 我不要 为什么你不要 因为一洗澡堂里面很多小生命就会被我杀死 当然他的最高的智慧 他一知道就找借口 那洗澡堂是为了什么 为了清洁啊 对呀 只为清洁故啊 不为杀身故啊 我没有叫你去杀身 我只叫你清洁啊 所以以前人家说 佛观一波水啊 八万四千重 那连水都不要喝了 那今天持戒脚走到这个地步 你叫谁进来 你们现在脚下有没有踩死什么东西 我怎么知道 但是一切唯心照 所以佛法要活用 你不信你自学 你记得你这次到印尼去 问问你那群大事业家 当初假如不是上人活用佛法 先见习培训 到现在那个亲家 真亲家 你这次就会见到他 才好玩 上人说吃素没有 八餐到十二餐了 什么意思 一个月 一个月几餐了 我们说三十天吧 九十餐对不对 他说他已经现在 本来是吃八餐 现在已经十二餐了 上人说 哎呀十二餐太少 十六餐好不好 他说不要了 十二就好了 上人已经减到十六 我后来跟他说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三十 每天早上你吃个早哉 就三十了嘛 不很简单 早餐很简单 他连早餐都没办法 那像这种 但是他这一次进这场 把我们出了多少力 你们有空去看一看 所以嘉惠我也是希望你 下次回台湾之前 先到印尼 看看人家学校怎么盖 怎么经营软体硬体 你们这教育的都应该去看一看 真的很感恩 印尼的这一群大菩萨 但是还没有姻缘 真的完全素食 你逼死他也没用 你反而把他逼走了 你让他自己慢慢慢慢 像我现在就想到 我们那个阿达师兄 肚子这么大 我今天还在跟女儿讲 我说我下一步 就是想爸爸把你爸的肚子 把它弄平 他说很难 我说难也要做 为了要救命 你们看我现在肚子都平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回金色上 看看我的肚子 不过你是遭都用共用 你跑到哪里去 人家供养 我说哎呀上人 都是人家供养你 我就代表你吃了 有事地址浮其劳 但其实不像样 我那个时候有一阵到38度 38度 我买了裤子38 那件裤子我留下做几年 我没给他改 剩下我现在都改34 33 34 所以那天罗庆云看到我 说哦 大哎 哦 水哦 其实是糖尿病 当然也有了 自己也节制了 这是一个警讯嘛 以前哎呦这个也糖尿病 那个糖尿病 我那个时候很高兴 照样吃 后来有一天忽然 哇 我也两百多 我吓死了 我赶快问祭舍 哦都加入糖尿会了 还以为自己都厉害了 哎呀你看 所以无常 要警惕 所以那天上人啊 他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只有讲 我们要去行 不过我写给同仁了 我说你们可不能学我 我今天已经 这个这个 我已经在台上被折磨24年了 该你们年轻人了 所以你们说 哦那诗言法不讲 我们也不讲 no 你的业还没完 你们做执行长的继续要上台讲 我有另外一个任务 我现在就是鸭子伐水 尽量处理一些事情 提上来 讲这个给大家听是什么 我刚刚讲说话家常 这个话 我们话太多 慈祭的团体话太多 我有一次 我记得在菲律宾吧 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来慈祭 说慈祭 非慈祭 吉不严 不是慈祭的事情 我们到这个道场就不说 不要说三道四啊 都是八卦流行 无聊吐鼎 来自你讲是说非 当然大家都知道 金属于讲 传是非者是是非人 我们是非子于智者 这谁不知道 问题是人的天性本性 喜欢听八卦 又喜欢讲八卦 所以自己变成 有这个八字在里面 是三还是王不知道 反正应该是八正道 结果我们变八卦 这就麻烦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各位 我们要带动 来慈祭 说慈祭 为什么说不做 做慈祭呢 因为现在是对峙 这个说字 你知道这个刚刚不是讲到众香国吗 香吉佛 你知道香吉佛告诉那个香吉菩萨 那香吉菩萨都长得很庄严 很高大 身上发着香味 没有一个世界的这个香比这个众香国更香 他们很赞叹着释迦牟尼佛 都要来这个苏波世界 严福提要来这个敬拜 世尊 香吉佛都告诉他们这些弟子 你们去是可以去 香味要收起来 而且自己身形要缩小 因为严福提众生 身形没有你们的庄严 而且各种人 反正意思就是很丑了 跟你们比起来 而且身上臭味 很多臭味 你看我们现在的严福提的天人 身体发臭的时候 就要掉下来的时候 头上花尾 腋下汗流 身上发臭 不做不乐本位 就是要开始往下剁 所以你们要收起来 但是哦 你可不要瞧不起这严福提众生 就是那个严福提 就是我们这个苏波世界 他有十善可修 众香国都没十善可修 所以在严福提修的众生 成佛会比较快 他们呢 一节修完了 我们这边可能要 不晓得几节才能修成 得到正果 这句话上了个文章 开始以后 我听到这句话 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这个世界 跟人家比是差的 什么都差 人也长得比人家丑 身上也比人家臭 香的都没有 而且难调难浮 但是哦 我现在已经密法 要快讲给你们听 你看看上人 多么有智慧 他方佛都知道说 我们这个严福提 有十善可修 就是对峙十恶 十恶当中口占饲养 意思就是假如我们 去十恶修十善 我们严福提众生 我告诉你 应该讲说 哎呀 人生难得 应该要讲说 人生在严福提难得 在说波难得 虽然我们这里 身在说波 夜暴重 大部分都是带夜恶来 而且苦啊 这个世界 苦多乐少 但是 我们有一个好处 我们假如 精进修行 我们成佛的几率 时间比 他方世界 那快很多 各位你们听过这样的解释没有 我相信没听过 上人把我们指出来 所以你看看上人今天 在实际中门里面 就是要我们修十善业 去十二业 那当然别的法师也有讲啊 别的中门也有修啊 问题是问题是 你今天要到群众里面啊 你这个十二十善 才修得快啊 我刚刚不是说折磨吗 折磨是开玩笑的 你看看你们哪一个执行长 今天这条路好走吗 今天在座 九大核心区 当然饭风亮还没来 今天我们不能说 夏威夷没钱了 我们就看他倒了 不行 今天绿龙那边有问题了 八方资源 纽约Sandy 全球 不是只有八方而已 全球资源 西加古 Washington 吃肉怎么还没到 少了一头羊 所以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是一家人 大家也有这样子的心念 不必计较 也不必比较 有时候你们拿着总会 总会有这个有那个 那对不起的 你就不叫总会嘛 没办法 那你分会好好经营就好了 干嘛要比较了 我那二十字 上人的二十字法宝 各位还记得吗 付出无所求 感恩尊重爱 心宽念存 不比较 不计较 现在听说蛮流行 我很感恨下满 他们把这二十字 磕在这个环保碑上面 请人家用那个金筆 不退的那种 写在那个上面 跟大家结缘 然后出去的时候就讲 这是我们上人的法宝 上面写 公路正言法事 好像教诲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下门 你们假如要学习可以去 我看了以后都很感动 不是我讲的 这是上人教的 为什么 我现在再讲另外几个字给你们听 付出无所求 叫做福慧双修 你写福慧双修 付出无所求 福慧双修 感恩尊重爱 就是卑之双运 回宫 你现在在墙那上 你只要碰到困难 你就用感恩尊重爱 就是卑之双运 心宽念存 就是利己达人 以前我们说利己利人的意思 你自己要达到那个地方 你也要人家达到那个地方 所以心宽不伤人 念存不伤己 那就是利己达人 不是吗 最后那六个字 那才好玩的 不比较 不计较 最后四个字是什么 实在好用 你们试试看 我刚刚不是讲吗 东岸不必跟西岸比 西岸也不必跟本会比 不要比较 依据个人的地缘 赶快结好人缘 广为散布法源 这个就是你该做的 剩下的你不要再去计较 所以明后天你们要开财务会议 该怎么做 上任怎么指示 本会财务处怎么样指导我们 我们大家通通只是一个家 我们今天是没有分家 大家说分家不分心 我告诉你连家都没分 我今天晚上特别要提醒大家 不是分家不分心 我们连家都没分 今天全美国是一家 全池季是一家 不能分 今天我还在跟汉葵在研究 海地 我们要不要把海地这些兄弟姐妹 把他们纳入我们 美国总会的家 很感恩成见 我们这个师伯 你知道他到海地几次了吗 十七 三十二次 是不是三十二 三十二次 而且都自费 我都不晓得我 有没有这个毅力 我们这个师伯疯了 但是 让我看出 当年那个寒山诗德 三十二次 还要去 很快 下一次什么时候去 礼拜六 因为我去 三十三次 昨天我们在爱满地中心 忽然我们两个越谈越开心 我说 陈建 我记得 这一两年来一直交代你办一件事情 到底现在怎么样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 点子特别多 所以常常 你们就骂我 台下随便讲一讲 我们台上 类似 什么将帅一语 类似三军 我也不是什么将帅了 我只是有时候出个点子 为什么 我说 陈建 我们假如说 要在海地将来要长期经营 海地就像墨西哥 对于美国 或者是对于这个 将来以前的事 比如说南美各个地方 都是我们大福田 尤其是海地是西方世界国家 最穷的一个地方 前阵子 持会他们去议诊 看着很感动 他们现在 人家叫什么医院 中央是吧 公灾 在中央医院公灾 怎么没有到法国医院 不是法国医院 法国医院在 所以中央医院是政府的 是不是 我们到中央医院去办医诊 还有公灾 虽然是小小的 给这些病人 我起先上来问我说 需要吗 然后后来我赶快来问 需要吗 这个陈建跟维中跟我说 需要 因为很多病人营养不良 没钱了 你就光给他医病吃药 你营养不良照样是拖下去啊 甚至的医护人员 好像有一餐没一餐的 可怜啊 所以你看我们在那边 公灾多么庄严的事情 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海地 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 哪一个世界 哪一个国家没有军队 海地没有军队 到现在还没军队 当年我们去你看看 一天美国 一天大陆 一天巴西 一天阿根廷 部队来保护我们 我忽然昨天我就想到 对 上人要改变贵州人 为什么说他 地无三礼平 人无三两营 天无三日情 贵州人就何该 就是一辈子受罪 而且是下辈子 再继续来受罪 上人就不信 他就拿起菩萨的精神 改变了 果然 你知道现在我们那个 住在大一村那些 都存几百万人民币啊 哦 你们去贵州看看了 他们都现在 这小富子 小康啊 上人改变他们的命啊 不是不可能 看你做不做 贾太山 移超北海 是不能的 今天为长者 折之不为也 你不愿意为长者 去折一个拐杖 给他做 这树子做拐杖 那是不为 你不是不能的 海地我们可不可以啊 当然是可以啊 尤其是你们东岸的 过去 迈阿密也好 纽约过去 也近嘛 这个是大福田 所以我跟陈志雄说 假如老人家同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那边 有一块自己的地 现在老是住在OECC啊 寄人篱下 人家已经对我们是不错 但是不是办法 你今天要在那里办教育 在那里办医疗 甚至要办发放 总要有地方 你看看上人 他真的是无所求 而且他心胸这么宽大 每次我只要跟人家说 我们佛教 比如说在我们 洛杉矶很多 一群医生 都是信仰 这个西方宗教 只要我跟他们说 我们慈祭佛教 在海地 花了一千多万美金 现在还要跟他们盖学校 盖幼儿园 没有不竖起大拇指 哎呀 你们师父真有量啊 有钱有量 叫个好家人 所以说 富变成福的意思 你看富宝盖头 变成士 你看这个士这边 讲到神 也是这个士这边 上帝的他 也是这个士这边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为什么 我可以跟共开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富有的是 我的家宝盖头 一亩天 不过三代 搞不好这一代就完了 五家共有嘛 不孝子孙 贪官污吏 天灾人祸 你留得了多少 但是你看看上人 就是让这些财富 你比如说印尼 我这次也从印尼回来 真的很感恩 他们医院已经在筹备 医院将来盖好以后 那更不得了 整个园区有大一电视台 有慈悸医院 有中小学幼稚园 当然有金士堂 四大巨主 他们现在两位大菩萨 又要捐一个十个hectare 十公顷的地 要做什么 要做大学 要做大学 他们目标下一个 盖完医院要盖大学 所以你这次去好好 让潘大的陈师兄了解一下 就像96年97年我到印尼 去接引那些大企业家 谁没有基金会 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很直接的讲 我说我也有基金会 虽然我的基金会跟你们比 不能比 我在美国也有基金会 有时候讲话要有自信 那个是林伯伯 黄伯伯 那是首富二富 在那边 那财富大概是我的 不晓得几万倍了 但是我做职机 我很有自信 我在跟他说 我从我们上人那里学掉 假如是你自己的基金会 你那个我还在 你要真正做到无我 那当然要经过一番解释了 什么是无我了 无我你们都知道吧 那是最难的了 佛就是无我 那你就加入慈祭 你要相信这位法师 所带领的团体所做的事情 就是无我 付出无所求 那个时候也是因缘俱足了 隔没多久 98年大暴动 大暴动的黄伯伯的感受很深 他虽然是虔诚基督徒 他带了他的儿子来皈依上人 感受很深 那个时候你知道 这次去 你可以到他们的集团总部去参访 那一年 他们负债两百亿美金 两百亿美金 但是现在呢 哎呀不得了 现在大概也是数一数二 所以啊 黄伯伯很感恩上人 他像一只勇猛的老狮子 带领这群孩子 他们这个集团 大起大落 但是他最感恩的就是上人 他说是上帝的这个博爱 也是上帝 好像让他来认识上人 当然因为他是基督徒 但是黄荣连师兄 弗仁奇他知道 上人给他 你看上人讲说大路 昆山 马上几十公顷地就一捐就捐出来 那都是几十亿人民币的这个价值 所以这些大企业家 他们为什么能够 不要说自己 而是要加入持绩 他已经受到上人的调教 不只说能够做到无我无私 而且上人心心念念 其实真的让他们有一个大碍 而且他们公私就很奇怪 2008年不是金融大海啸吗 所以上人就要我到印尼去 赶快看看他那一群 大企业家的弟子有怎么样 回来我就跟上人说 上人啊 他们都说 做主席有保费 人人都没事情 我说不只没事情 我太大事了 你去问问阿远师兄 他一定老实跟你讲 都不晓得翻几倍了 做了持绩以后 就这么奇怪 明明去案里来 就这么奇怪 好了 我们今天不是讲钱 说老实话 今天你看看 我刚刚讲这么多给大家听 从化 修食善 去食恶 你食善就是要在众生里面修 你没有众生 你修什么食善 就像你说六度波罗蜜 成就菩萨道 要六度波罗蜜 你布施 你布施给谁 以前说寺庙就是布施 公灾公征就是布施 那是小布施 你要真布施 大地众生 那才真布施 而且布施只有钱 无畏法 所以今天上人 已经是全严福提 都交给我们去 你看看星巴威多感动啊 那朱金财师兄 哎呀 真的 不过讲到星巴威 我也很感恩啊 当年上人准我 2007年去星巴威 那年你们美国 有没有人跟我去啊 没有 我还想到星巴威那个时候干旱 那说也奇怪 我去以后就不断地下雨 后来走了还下 后来就塑水灾了 过于不及 带去太多了 这不是讲怪力乱神 有一次到 到Houston 他们那个后面的 我们静止堂后面地都裂了 这等一下你问他 也奇怪 又下大雨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只要以诚以证 委托菩萨 不可思议护法 因缘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入群度众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人间菩萨道 这叫做中门修行的方法 那就是修十善业 那这个就叫相机佛刚刚讲的 你只要能够修十善去十恶 你成佛的机会就大 这不是我常常跟大家讲 上轮说我们是难行道 易成佛嘛 那你只要别的法门呢 那易行道难成佛 这是逻辑嘛 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今天哪有说 我们这边这么努力 然后一点成绩都没有 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真的因缘太差 不然的话 失败为成功之谋 你看看上人好了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 上人为师范 他站在前面给我们学习 他今天从无一直到现在 倒不是说有了以后怎么样 有了他还叫我们要无 所以付出无所求 你要无所求 就是刚刚最后那个实在好用的 不比较不计较 那真的实在好用 你这六个字你去想想 真的你们要干了 没有这样子的谋念 怎么修十善业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出十善业 就是因为十二业 口占四 所以我们尽量的大家 常常口说好话什么什么都会 问题是传是非 是不是可以带动 怎么样来带动 你会去想 这两天开会也可以想 我告诉你从这个口修起 你要意义很难修 生 生我们现在大概 大部分都不招恶了 但是假如嘴巴 大家多赞美 多说好话 多讲法语 少批评 不要说少批评 不批评 批评有时候 当然善意的是很好的 那是做善知识 那是很好 但是尽量不要去传这些 有的没的 因为这个识 这个口叶 会影响到生跟义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 你看都可以讲这么久 肯定上人的法 多么的这个 广跟生 所以法中话家常 你看一下就过了快两个钟头 只剩下五分钟了 刚刚是七点十分开始 现在都九点六分了 本来还想让你们问问题 你看一下两个钟头过去 我说老实话 在台湾你还没有讲过像这样子 因为跟你们亲 刚刚特别点到一些名字 你们不要在意 这个就是我们的家人 门内对错可说 门外是非莫常 今天当然在这里的 都是自己的家人 包括许基斯还他的好朋友 都是家人 但是我们这个家到底是什么家 既不是小家的家 也不是外面的什么同乡会 club或者什么组织 我们就是以法为源的一个家 以佛法作为我们大家姻缘 而且是以上人作为我们家长的家 我们的家 本家在经测 金色的家法就是法脉 传到世界各地 现在到了美国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 美国总会所属各地只有一个家 所以金木 你也要记得 不能只想到总会 你要照顾到所有各地分会 我还记得那一年 两年前吧 你还记得吧 我带领个大家 到了蝴蝶地去祈祷 有没有那块地还没买的时候 我口中不是念念有词吗 我那个时候也不是只有念那块地 我是每个地方我都念 所以我们雅美师姐又好气 不是有气了 又哭又笑 我说那哭什么太感动了 你也念到我们那个地方 不是只想到这里 那笑什么 我说你跟他吓一声呢 我也不晓得每次我祈祷的时候我就念得很顺 为各位祈福 现在当然Oakland 下一个 还有海地 还有我们Oakland 马上要开始建设 我希望大家都尊重加法加规 倒不是我们排斥 而是我们要尊重 所以为什么我们各地的会所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加法加规去经营 包括近视书宣 包括Equivus 包括医疗处所 包括教育机构 所以人文学校 你们不要只把它变成一个 变成这个办教育而已 你没有加法 没有词基人文 就不像人文学校 这叫中文学校 当初为什么写词基academy取名人文学校 我告诉你 冥冥当中 你看看 后来文化就改成人文 慈善医疗教育 人文 所以这个事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菩萨 我们今天难得 齐聚一起为美国慈祭的 大家的一份子 接下来的 不管是开会 不管是上课 不管是参访 今天晚上这两个钟头 这个法随经要 都已经告诉大家 而且跟大家讲 为什么上人要立这个钟门 而且是选择最难的 修识善 入群 为什么都已经讲出来 门外就不讲 现在既然已经到了 入门地址 你一定还要入诗 登堂入诗 这个诗就是什么 法 有没有 上人不是讲吗 着如来依 坐如来坐 处如来诗 说如来法 处此而说法 这个 入诗就是入法的意思 然后坐前地址 亲近上人的法脉 那就是坐前 的第三关 再做贴心地址 再进一步 上人要我们坐的 不必老人家讲 你就坐 尽力全心 全力以赴 最后达到让上人想到你 就破颜微笑 就像大家设尊者 凡天王 送佛 一朵画 大家一看 只有大家设尊者了解 破颜微笑 上人想到 亚美 破颜微笑 想到绿龙 破颜微笑 想到每一位 他的弟子 都破颜微笑 不过为什么特别提到 这两只灵魂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都希望做窩心地址 让上人以美国的 职机为荣 让美国的职机 也以作为上人的 弟子为荣 所以很感恩 以后 就像我讲的 上台 跟大家分享 机会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自己对我自我的期许 是希望在行的功夫上面 多想 说了 尽量就让给你们了 你们要承担起来 但这个说 说老师 有时候 也是要有 某种的训练 天分都不讲了 训练其实可以训练得出来 我很感恩上人 你看 假如没给我们这个机会练 哪去练这个功夫 你们都要感恩上人 不要老是叫叫苦 叫钱 叫人 就是要练你的 菩萨道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我也晓得大家很辛苦 也很幸福 我今天晚上 不敢讲说 灌什么了 老师 二十多年 我从上人旁边 学到 而且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中文秘法 秘要 告诉我 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有缘 尽力而为 无缘 急流勇退 这个退不是退转 是非何处没有 但求问心无愧 记住这句话 不要随随便便 哎呀 这个慈悸怎么样 怎么样 你就要退转 你要知道 名思真的是难遇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这么多 你看连相机佛都赞叹 苏波世界 有此法可修 别的世界没有的 上人深知各宗三昧 所以他带领 近世弟子 走持继中门 所以 最后啊 我忽然想说 再跟你们讲个 上人前一阵子讲的故事 可能你们近世成语 都听过 就是八三二十三的故事 大概你们知道 我要讲什么 但是 我是把它 加一些料 话说 这故事我改编了 这不二过的言回 到了市集里面 就看有人在吵 原来是有一个人买布 八尺布 一尺三块钱 他只愿意给二十三 老板说八三二十四 那个人说 No 八三二十三 就吵起来 言回路过 哎呀 言回是不二过 圣者 大家都是他 这个这个这个 有学问的 而且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我们来请他拼拼礼 言回一听 八三 当然二十四 哎呀 那个人就是蛮不讲理 我就是讲八三二十三 不然的话 我们去问你的师父 孔子 假如他也讲八三二十四 我当场切腹至上 人头落地 这么激烈 没办法了 只好找孔子 孔子一听 事情来龙去末 就跟他讲 言回你错了 八三二十三 跟人家道歉 哦那个人得理不老人 你看 你老师都是不讲八三 你看 就是掉头走了 付了二十三块钱 等他走了以后 言回不解 不了解 老师 为何你讲八三二十三 哎呀 孔子就说 言回啊 你想想看 假如刚刚为师的讲八三二十四 当场人头落地啊 一条命就没了 以慈悲观来讲 我不能讲八三二十四 要救命 要慈悲 第二 八三二十四 这是全世界都周知的事情 这已经是非常明白的道理 根本不需要去讲 已经不需要变的事情 这个人呢 不晓得什么原因 当然可能是缺一块 挂不了面子 或者他就是硬来无理取闹 我们不管 反正全世界都知道八三二十四 何必再变呢 于事无补 变了 都其争论 最后 我为人师表 最重要的 要教导你们学生 因时因地 因人因事 要活用这个法 怎么让这个大局圆满 让这个社会没有纷争 让刚刚那样子的场面 能够解决 假如我说八三二十四 令在那里 又继续吵 又搞不好闹出人命 好 孔子讲完以后 回过头来问老板 来 我这里有一文钱 一块钱 可不可以替刚那个人付给你 哎呀 老板说 不必不必不必 你老师这么一讲 我懂了 我懂了 为大局着想 哎呀 我今天上了一课 不止这一块钱 颜辉也跟老师说 孔子 老师您说的是 哎呀 弟子 胡子啊 鱼子啊 当后面这些都是我家的 师父没讲那么多 八三二十三 师兄 师姐啊 世间道理啊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简单 但是今天上人 他真的做到八三二十三 刚刚我讲的那一幅 多少年 第一天做慈祭 农场那个师父 你看看 哎呀 怎么现在拿钱的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大陆正在 骨髓捐赠 哪一样事情没有批评指教 哪一样事情没有委屈求全 到现在 好 我们远至佛陀 提波达陀还取他性命 多少人误会佛陀 外道教要来挑战 所以当年的师尊 现在的上人 都有这样的境遇 我们遭受到的算什么 所以各位执行长 副执行长 负责人 干部 修行 本来就要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逆增上缘 世尊的视线 就像我刚刚讲的 阿南 你看也有他的业障 上人现在 也是视线 所以美国今天 美国不觉醒 世界不平安 大陆幸福了 全世界幸福了 这是上人对这两个大国的 慈禧人给的 祝福 所以我们如何达到 上人的期许 这个就要靠各位负责人 干部你们 要和和互险 这是上人一再交代 对个人修行 知足 感恩 善解 包容 这很久大家都不讲了 你们继续要提醒自己 不断地要知足 不断地要感恩 善解 包容 但是对团体 一定要核心 核气 户外协力 核心看不到 但是有没有核气 上人知道 看得出来 户外 我不知道有没有户外 但是知道今天说 东岸有事 西岸资源 西岸有事 北方资源 这个协力一出来 就知道有户外 医疗有事 教育资源 教育有事 人文资源 人文有事 慈善资源 这就是户外 不然都是假的 各自为政 各取资源 这就不是 此次的一家 也不是我们的家法 之所容许 家法不容许 委托不复法 委托不复法 不复法 那你自受因果 所以 我常常跟大家讲 上人决定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愚忠 或者是盲信 而是上人有他的高度 广度 深度 而且有他的远见 跟睿智 上人决定的事情 我们大家 努力以赴 权力以赴去做 做就对了 一切 上人替我们负责 那假如你自己要改变 你来承担这个后果 我相信没有人 那么愚痴吧 或者你自己觉得 你福报很大 那你可以怎么干 那我相信 还是不要的 比较好一点 上人所交代了 我们已经 实不足一了 你还要自作主张 那干什么呢 所以今天 当然讲不完了 已经超过 又超过十分钟了 但是八三二十三 我是自己感受很深的 我是觉得说 八三二十三的这个观念 其实有时候 为什么上人说 对的人要去跟 对错的人 说对不起去忏悔 你看刚刚是不是叫 延回去跟那个 无理取闹的人忏悔 延回忏悔 对不起 为大举照相 牺牲小我 完成到 所以师兄师姐 真的感恩了 二十多年来 大家陪伴 大家不断不断为传承 一定要赶快 成就 新一代上来 我们的不是下去 我们是陪伴 长江后浪 推前浪 前浪 要怎么样 要留在撒糖上 前浪 膝手 后浪 一起到彼岸 这才对 好吧 我想时间也晚了 不知觉又两个多钟头 很感恩大家 当然最感恩上人的陪伴 我无语为报 报大家 知欲知恩 知音 所以上人常常讲说 相知满天下 知音有多少 知心在何方 知心的人在哪里 我相信今天晚上 大家相知相遇 都还要用这个心 彼此相交 好 那就祝福我们美国总会 各地分会 大家这一次的核心共识 诸事顺利 只要大家不比较 不计较 都替别人着想 多多为别人着想 我们大家用同理心 这就是词跟悲 那也是上人的教 跟悔 教悔 希望我们这次的这个 共识营能够 让大家更凝聚 找出一些问题的 争结之所在 记住哦 我们是一家 而不是分家 已经是一心了 所以最近上人才用 蜈蚣 大家还记得 以前我常常讲 蜈蚣会跌倒 因为蜈蚣不跌倒 是因为它一个头脑 那我们众人 假如说只有一心 我们也不会跌倒 所以这上人 要我们单纯 就是一心 这就是禅了 一心 一字 一诗 一念 我们就大家一起 为共同的 智 而努力 但是道要同哦 所以我有一次 在台湾也是讲 智同道不合 为什么 你走你的道 我走我的道 他走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医疗要这样走 教育要那样跑 所以为什么上人说 我们四大要合一 智同要道合 当然讲给上人听 上人就 替大家讲话了 有啦 道有合啦 只是心不合啦 老人家总是慈悲啊 因为我是指出来 我说你们各种各的道 智是一样 智同道不合 所以美国 智同道合 又一心 所以今天啊 我们大家 在法中话家常 祝福大家 今生今世 福慧双修 悲之双运 利己达人 实在好用 祝福大家 感恩 晚安 晚安 好 再次祝福大家 晚安 感恩 不accord прош rule 个人 ic辅 今后还能谈起我